到现在越来越迫近,到这个时间点,消化了不同的消息和数据之后 你认为今次的加息会加多少厘,还有什么时候开始缩表呢? 因为距离联储局议息会议的时间,真的非常短 所以这些事况上都不需要猜的 其实你看到利率期望在显示,大家就是在猜中 不是在猜中,而是在反映中,就是说联储局在这个议息会议上会加0.25个点 如果你看最新的利率期望在显示,今年联储局大约还有7次会开 3月份,5月份,6月份,7月份,9月份,11月份和12月份,总共7次 其实如果你看到利率期望现在显示是什么呢? 每次每次的议息会议上面都会加息,加0.25个点 可能11月份到年底那段时间,可能停一次,总共加6次 其实是加少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在讲烏鹅的局势问题 带来一些的通胀压力,经济防活 但其实最主要关键的点就是说,联储局是会继续加息 其实你看上个星期一样,欧洲央行,欧洲面对着 烏鹅的问题更加之严重 当地,好像德国那些地方的股市下跌的幅度 是更加之深的 但问题就是说,央行最主要需要做些什么? 是控制物价 所以你说这一刻,就算经济是有个下行压力 有个衰退风险,加息是乘无旁财 而相反地说,其实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股市做得比较差呢?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其实联储局应该,或者环球的央行 一早应该就是上年就开始去收水,去停个QE 那如果你是上年做了,那会发生什么? 那些股票价格,或者资产价格就不会升那么多 那面对着现交店最新的问题的时候,调整压力自然是相对比较低 那所以你说美股上面这一刻 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走到高位才追了 而又无视市场现在最新的风险因素的时候 这类型的投资者就最尴尬的 一律都是建议做好风险本利,降低持仓比例,降低姿势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难估底 或者很难评论市场见底味 而最重要就是跟之前几年很不同 就是说过去这10年,股票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 有什么市场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想想 你会想联储局是会救市 联储局是会有条件有银跟有弹药上面行无限QE 或者说的是不断地降低利率,尝尝去推动经济 但是现在说的是 其实是覆水难受 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撥了些水出来,弹药用尽了,现在没有弹药了 救不了的事,那市自然下行的压力就自然会比较大 币药用尽了,谢谢大家 快点,小时小时 小时,不请您看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